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就是13年前福岛核泄漏事故的第一现场 这个我都感动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寝护渔港的一个沙滩上面 这是辐射值的测试仪 靠近一点 吃完这里的海鲜到底会不会变成哥斯拉 嗨 皆さん 空气熊市长带你看日本 大家好 我是市长刘洋 从我这个方向往那边看 那边有两个烟囱看到没有 那两个烟囱就是福岛第一核电刃的烟囱 没错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就是13年前福岛核泄漏事故的第一现场 2011年3月11日的下午 日本的东北部近海发生了李氏九级强烈地刃 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经历过的最强地震 所以引发的海啸波及了日本多个沿海地区 而位于福岛县双叶郡大雄村的福岛第一核电站 在巨浪冲破防线 淹没反应堆后引发了重大灾难 日本政府立即设立隔离区 但随着核电站的辐射泄漏 隔离区范围越来越大迫使15万多人撤离隔离区 大家看到那边那片海没有 那就是当时海啸袭来的地方 本来这个地方都是住宅啊商业楼啊什么之类的 但是由于海啸的原因把这边全都给移平了 现在变成了一大片的空地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双叶厅 自13年前的核泄漏事故之后 就一直处于全厅避难的状态 一直到前年 也就是2022年的8月才得以解除 目前啊已经有不少的本地居民 重新回到了家乡 所以我们今天来辅导拍摄的目的其实很简单 就是想趁着311地震纪念日 来看一看地震13年后的辅导现状如何 到底是不是像中国媒体渲染那样 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给大家还原一个真实的辅导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浪江听力寝护小学 这个小学在地震的时候遭遇了重大的损害 目前那是作为正在遗址对外开放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蓝色的牌子 上面有一条白色的线 是指当时海啸的时候水就到那个位置 所以整个的一楼的教学楼全部都被淹没了 我们可以看到寝护小学的一层 当时完全被海啸吞噬 教室的天花板和墙壁都被掀开了 露出了里边的这些钢筋 现在几乎是原样保存下来 向人们诉说着海啸的威胁 以及防灾意识的重要性 这个地方是二年级的教室 大家可以看到地板都被掀起来了 上面的钢筋都露出来了 但是这个楼的主体结构真的很结实 从我们现在来看都感觉很有安全感 这个房间当时是广播室 那个地方有一个已经损坏了的广播台 这个地方应该是当时学校的一个设备柜 大家可以看到有被海啸冲的电脑 然后这边是一个管理室 那边有一个已经损害了的电力管理盘 看到这样一个破败的状态 大家猜一猜在当时这个地震来的时候 海啸来的时候 这个学校的伤亡人数是什么样子 实际上这个学校当时校内有82名儿童 得益于老师的迅速判断 大家及时前往附近的大平山避难 创造了无一人避难的奇迹 社长从这个一楼出来非常感慨 回想起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汶川当地的那些豆腐渣工程的学校 伤亡了那么多的孩子 那些孩子被埋在楼里边 还有让领导先跑的那个氛围 非常气愤 看看看这个地方写了什么 写的是樱花 东日本大地震之后 春天来了 樱花照样会开 这句话我的一个老朋友 王小山他也跟我讲过 他说他在当年海啸之后的几个月 来到这个地方来访问 当时有一个辅导的老太太 跟他讲了一句话 说虽然地震伤害很大 但是春天来了樱花依旧会开 这个地方是当时小学生们跑步的路线 大概跑了得有五六公里 因为它直线距离已经到了2.5公里了 还绕绕绕的 这个图上的意思是说 有一个小学生他给老师指路 说往这边跑 我在这个山里面打过棒球 这是当时他们的体育馆 你看地板整个都陷下去了 2011年的时候这些孩子是大概是十来岁嘛 现在已经是十多年之后了 这些孩子都已经成年了 他们在什么地方呢 从里边也可以看到当时的海啸把水淹到了这个地方 水到这儿了 当时的请护小学校已经在一片汪洋里边了 然后大平山在这儿 这个黑板上写满了对这个学校的鼓励 是当时的救灾人员 自卫队的人 还有一些后来毕业生 对他写了一个Kizuna 千半的半 这两个柜子放的是这所小学的各种荣誉 这是牙齿好的学校的奖励 我觉得在小学校举行这样的比赛还是蛮好的 就说明这个学校特别重视牙齿 这个地方要拍一下 这个我都感动了 刚才有说这些学校的孩子们十年以后都去哪了 你看这就是十年以后的孩子们写的文章 这些学校的孩子们十年以后 现在来到的是寝护海鲜鱼港 也是离核电站最近的一个海鲜鱼港 直线距离不到10公里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里的海水 是不是像中国媒体报道的那样污浊不堪 今天天气很好 这水很干净 石头底下都能看到 我们现在来到了寝护鱼港的一个沙滩上面 大家可以看这个沙子非常细腻 因为现在是冬天 我就不能脱鞋下海了 但这个沙子真的很细很舒服 哇这沙太细了 你看 看一下那边的浪花 哇你看掀起一股浪很漂亮 我们靠近一点看一下 你看这个沙滩 被海水冲过的沙滩 哇这么轻的海水 冲上一个小贝壳 自从去年8月日本实施排放河飞水之后 中国就开始对日本的水产品实施了禁令 并煽动民间对日本进行谩骂和威胁 来自中国的骚扰电话如潮水般涌向日本 特别是福岛 有些店铺每天能接到上千通以0086开头的骚扰电话 没事没事 为什么河飞水往海里头排 中国的小粉红们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他们的愚蠢和卑劣 打骚扰电话这种损招也真的只有这帮区才能想得出来 他们天天叫嚣着犯我中华者虽远必逐 结果到头来也只有打骚扰电话的能耐 而中国官方媒体声称被放射性物质污染的海水会导致基因损伤 甚至癌症 但事实上日本排放核废水的行为全程都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控 经测试表明其中的放射性水平均在安全限度以内 社长今天带了一个秘密武器 这是辐射值的测试仪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的测试结果是什么 好 靠近一点 好 出现了数值0.06 在0.2以下都是安全的范围 现在是0.06 我们移动一下 看这个地方 0.03 基本上这个海岸的辐射值保持在0.03这个数值上 不过其实说实话 这个测试仪就是个智商税 你看这都是中国造的 其实在福岛的好多的路口都有当地政府当地的民间机构测的那个数值 展现在路口的那个屏幕上 在这个区域基本上都是在0.06到0.1左右的数值上面 记得去年刚开始排放的时候 因为中国的大次渲染 许多中国网民也是纷纷购买辐射测试仪 结果不测不知道 一侧才发现自己家里的辐射值比辅导还高 全是来自大理石瓷砖各种建材 真的是身在府中不知福 中国政府这套把科学问题政治化立场化的手段 是不是像极了之前疫情的时候拼命渲染新冠的危害性 又是后遗症又是国外民不聊生的 结果渲染的越恐怖之后放开的时候就越尴尬 回旋标早晚都会打到自己的头上 话说回来 那么辅导产的海鲜 目前又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在请户渔港停了将近30艘的渔船 然后那边的海鲜市场每天早上都有拍卖会 我们现在准备去找一家海鲜料理 来尝一尝这里的海鲜 看一下吃完这里的海鲜到底会不会变成哥斯拉 拜拜太冷了 好我们现在在附近找了一家海鲜馆 叫Kurosaka海鲜核实处黑板海鲜店 我们去吧 这个海鲜好像很有名 你看上面有很多名人 的照片还有签字 对对对有可能是河蟹漏之后 有很多的名人为了过来支持福岛的渔民 特意过来吃的海鲜 生意火到爆 它这有一个杂志架 上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 它提供了14家店 你去吃一家可以请那个店主给你盖个章 这样的话你集齐了之后呢 就可以去抽奖 一等奖是25000日元的豪华的住宿券 然后第二名是1万日元的新鲜海鲜 这个是当地农林水产科主催的一个活动 当地政府为了振兴这个灾后重建 还是花了不少功夫的 我们已经点完餐了 社长点的是这个特上海鲜冬 是整个menu里最贵的一个 然后他们几个人分别点了一个onigiri 还有一个奢侈的海鲜盖饭 另外还有一个ochatsuki 茶泡饭 然后前面当然是有海鲜的 1500日元到3000日元之间吧 茶泡饭的海鲜来了 哇 这也很奢侈 特兴 我们点的套餐都已经上来了 你看我这个是特上海鲜盖饭 鱼籽 海胆 山贝 虾 然后金枪鱼 海曼 然后我同事点的有鱼籽 有温泉蛋 玉子烧 它这个稍微简朴了一点点 让它点好它不点 不能怪我 然后这个应该是金枪鱼的miso 海胆 另外一个同事点的是海鲜的寿司 我们要开始享受了 吃这个海鲜盖饭 社长最先开始吃的一般都是金枪鱼 因为最爱金枪鱼 满口的肥嫩 再来一点点海胆 海胆这么点已经很奢侈了 口感太好了 这个应该是鱛鱼 来一点鱼籽 这个鱼籽在嘴巴里那种 蹦开的那种 感觉特别爽 这么大一个扇杯 一口下去吗 特别棒 不能说比日本其他地方的海鲜 都棒吧 但是绝对是在日本的海鲜里边 是正常水平的 希望可以让那些小粉红闭嘴吧 但是我相信效果应该不会特别明显 后来我们与店主交流后才知道 在食品放射性物质的检测方面 实际上日本设定了世界最严格的标准 如果超过标准则不允许投放到市场 比如说普通食品的色辐射值 世界卫生组织的安全标准是 每千克一千贝克勒尔 欧盟是一千两百五十 美国是一千二 而日本则是一百 因而用食品牛奶饮水就更严格了 我想这应该就是这些海鲜店 依然这么人气的原因吧 有那么严格的检测把关 大家还担心什么呢 谢谢 努力 谢谢 我们现在来到了东日本大震灾 及原子力灾害传承馆 近年来日本的东北地区 相继建成了多个记录地震灾情 和传达灾害教训的传承馆 其中以展示海啸破坏为主的设施较多 而这个东日本大震灾与原子力传承馆的特点 就是着力展示浮岛第一核电站的事故情况 以及清除核污染的工作进展 我们去看一看 我们进到这个传承馆正好赶上 它有一个纪录片正在播放 整个纪录片没有任何的丧事当喜事办的氛围 没有任何的对政府对救灾部门的夸耀 这让我真的蛮感动的 它这个展示馆一上来有个圆形的走廊 这个圆形的走廊讲述的是 关于这个地区的发电站 核电站的一个发展状况 然后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有一个2011年3月11日14点46分 东日本大地震发生 这有一个展示柜展示了当时灾害的时候的 这些毁掉的公共设施 这是一个路牌 你看都已经弯掉了 然后这是一个职员的打卡器 邮局的邮箱 这两个是那种体育场的照明器 然后这边有两个钟表 一个停在地震发生的时刻 一个停在海啸到来的时刻 这边有两块牌子 左边这一块牌子 是在东北大地震的时候 死去的人和失踪的人 右边这一块是在地震的避难过程当中 比如说身体不好了死去的人 有2337个人 比如说糖尿病的 还有左眼什么进海水了 还有骨折的 头部有冲击 或者寒冷 反正就是跟地震有关联的这种死亡 都被记录下来了 一直持续到 2023年都在记录这个事情 这个地方描述了 当时避难的人民的生活状况 应该是在体育场馆里面 人挤人的状态 然后这边有当时人用的毛毯 暖炉 这个地方有一个专门的区域 讲怎么样辟谣 消除风评谣言 不凶的不凶 这边有三个桶子 桶子里面装的球代表辐射量 最左边是在核电站事故之前的辐射量 是大概0.04 然后在发生核泄漏之后 直接冲到2.74威西夫每小时 然后现在是核泄漏的10年后 降到了0.12威西夫每小时 那国际公认的是0.2威西夫 以下的话都是在安全范围里面 刚才这个场馆工作人员跟我们介绍 现在的测量值已经来到了0.06威西夫每小时 然后这边有全世界各地的辐射的比较 香港是0.15 北京是0.07 新加坡是0.1 首尔是0.12 伦敦是0.11 这些核心城市的辐射量都比辅导要高 所以辅导现在是非常安全的 这边记录了地震的灾害者向全国避难的人数 2012年5月的时候有16万人大概向全国各地去避难 然后到2022年11月的时候有2万多人 也就是说有14万人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然后在这边还有在地震当时建的一些应急的板房 最开始建了1万多户 然后这个应急板房再逐渐的下降 到2023年的年底只有3户的应急板房了 这有三个观光摩天轮 这什么意思呢 是说在地震之前来辅导旅行的人 每年是5717万人次 然后到地震的时候降到了3521万人次 在这2019年的时候又恢复到了5634万人次 也就是说地震之后的10年 大概10年的时间 辅导已经基本上恢复了当地的旅游业 这个区域是讲辅导灾后重建过程当中的一些创新产业 这个模型大家看到了很酷吧 应该是一个飞行摩托叫MK3名字也很帅 大家看这个地方有一个柱子 然后有这个标记的高度 1米 2米 3米 4米 ここまで 也就是说当时海啸的时候水就到那个高度 还是蛮恐惧的如果这样的水过来的话 在参观传承馆的过程中 我有两个非常大的感受 第一个是整馆几乎看不到对政府的夸赞的部分 仅有的几处正面报道呢 也是非常谨慎的轻描淡写 不会有什么地震无情人有情啊 党和政府送文滥之类的歌功送德 更不会有多难兴邦这样违背常理和人性的宣传 另一个是当我们参观到一半时 有工作人员主动来询问我们来自哪里 中国台湾还是香港 当我们回答来自中国后 我明显感觉到他的犹豫 似乎又想帮助我们 但又猜不透我们的意图 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 想必过去这半年以来 他们也接到了不少来自中国的骚扰电话 随后在我们表明来此的目的之后 他非常开心的给我们讲解起来 还特地给我们介绍地震发生时 中国的一家民营企业捐赠了价值8500万日元的救援设备 非常感谢这家企业的帮助 最后他对我们说 虽然现在中日两国政府关系非常不好 但不影响民间交流 欢迎中国人来福岛 对 民间的联系是这样的事 对 也有好处的事 中国人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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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社长已经结束了为期三天的福岛之行 回到了大阪 回顾这次福岛行可以说是感触良多 福岛这个地方虽然起了个很喜气的名字 但遗憾的是与现实并不相符 回看历史 从150年前的雾尘战争 再到13年前的东日本大地震 福岛似乎总扮演着最悲情的角色 其实当年那场大地震席席卷了包括东北 关东北海道战争的整个东部地区 而其中绝大部分地区如今早已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偏偏只有福岛这个地方 由于河泄漏事故的发生 直到现在仍然处在那场地震的阴影之下 以至于现在很多人一提到福岛 第一反应就是地震和核稀漏 这种影响在去年的8月 当日本实施排放核废水时达到了顶峰 各种各样的信息在互联网上不断扩散 其中还包括许多中国的社交媒体账号 发布的真假难辨的谣言 一时间整个福岛被卷入了一场所谓的信息战 相信大家应该都看过这张图 当时日本刚排放核废水没多久 这张图就传遍了中文的互联网 配上的都是核废水57天可以废掉半个太平洋 类似的骇人天文的标题 中共的一些官媒也进行了大量的转发 甚至还翻译成了日文 发在了推特上 但事实是什么呢 其实稍微上网查一下就能知道 这张图实际上是当年日本大地震之后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在2012年制作的一张海啸传播路径预警图 跟核废水排放没有半毛钱关系 中共纯粹是在指路为马歪曲实实 另一个传播比较广的是这个视频 发布的人声称他是住在福岛的中国人 拍摄的是核污水排放的现场 这个视频又瞬间出到了小粉红们的基点 被小粉红们争先转发 但实际上呢 这段视频其实是拍摄于墨西哥的度假圣地 阿卡普克海滩的一间旅馆 当时由于旅馆的下水道破裂导致污水流出 然后被一个西班牙的游客拍下来发到了网上 除此之外 中国的网络上还充斥着各种各样 关于核污染核变异的谣言 实际上就不一一列举了 说起来真的很邪门 这帮小粉红吃了一辈子的滴沟油和毒奶粉 吸了一辈子的雾霾和装修甲醛 明明每天就泡在科技与狠活的大浆缸里了 却对自己的政府毫无怨言 反而对日本排放处理过的核废水义愤填膺 真的是既可笑又可悲 至于中日两国对待排放核废水的分歧 我的态度其实非常简单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科学问题 因为科学上已经有了非常权威的解释 说到底呢 这其实就是一个政治问题 这取决于你究竟相信谁 你只需要考虑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 谁更文明 谁做事更严谨 谁的信息更公开更透明 谁对自己的国民更负责任 谁的政府更值得信任 如果经过疫情这三年 你还看不清的话 那我只能祝你偷之乐吧 说回福岛的复兴现状 地震之后 日本政府专门增设了一个新的中央机构 复兴厅 十几年来 复兴厅陆续在福岛投入了38万亿日元的资金 建设了数万栋的房屋 处理了千万吨的垃圾 建起了数千公里的防波堤 还有大量的政策倾斜 新能源、机器人的产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因此如果简单以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数据为目标的话 可以说福岛大部分已经恢复到地震潜的水平 但话又说回来 如果要以完全消除和泄露的影响 以及让所有离乡居民回家生活为目标的话 福岛的复兴之路还很漫长 但至少通过这次福岛之行 我亲眼目睹了当地各行各业的人们 为了故乡的重建而奋发努力的样子 从船程馆的工作人员到海鲜店的老板 从出海打鱼的船员到普通的乡民 我深深为他们这种历经苦难仍然不失信心 积极迎接新生活的精神所感动 我相信在他们的努力之下 福岛一定会成为一个更加坚韧 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地方 就如同请护小学前的那棵樱花树 虽然历经风雨 但依旧会在每年的春天如期绽放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评论 我是市长刘洋 我们下期再见